台股今天穩定上工量能的部分 则是还是压在800亿元左右 接下来台股走势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吗 我们先去让投顾郭哲荣分析师来告诉大家 分析师台股这段时间其实受到不少非基本面的因素影响 那么在短期之内投资人看牌应该要注意什么呢 主播各位投资人大家好 那就最近的基本面来看一下 其实我认为其实接下来的行情 台股最低点可能已经过去了 换句话说可能昨天是台股最低点 昨天大家最恐慌的时候 你想到说学生去上去一个行政院立法院的时候 你就觉得最恐怖 其实他这个最好买点 当然其实这不是似乎话 只是说可惜的时候 其实上礼拜的时候 你在联系的时候没跟投资人提到这一点 不然其实我要跟大家讲一句话 其实为什么这礼拜一是相对最好买点 其实我要强调一句话 政治的斗争或政治的一个动乱 从来都不是一个卖点 而是一个买点 像去年的9月 其实王金平院长跟马英九的一个政治斗争 投资人有期那个时候反而是一个买点 那被一个跟这一次的运动 学生运动最贴切的最相向的 我也不多说 我们来看一下 你可以投资人可以打开一个K线图 大盘的一个K线图 你自己打开来 搬到一个2006年的9月11号 2006年的9月9号 其实那个时候是百万红山军的倒扁活动 那时候其实有些人说五六十万以上的一个百万红山军 甚至接近百万站起来 那其实那时候也是对单时的政府不满 那其实那个时候也很像 你会发现到他也是一样 在一个相对的一个活动的 活动的一个相对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他其实一开始先开红盘 跟上礼拜三也是一样 三一般占军立百万以后 一天先稍微先开高 可是开高又却是卖点 结果投资票你发现 他大概动弹了四天 台股那时候动弹四天 跟现在一模一样 三四五跟礼拜一开盘动弹 第四天的时候 他常常都一样留了一条 大概四五十点的一个下引线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历史重演的 你从2006年9月9号 那个时候的红山军运动 可以看出来跟台股这几天的走势 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其实政治的动乱 从来都不是一个卖点 而是一个买点 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 投资票其实你要培养你的心理素质 但是现在你会觉得说 那台股都攒起来不必担心 如果就连政治动乱 甚至连这一次的 今天的亚洲股市这么弱 台股还是能翻洋 带有什么意思 背后这只手 可能不只是政府这只手 可能一些外资基金人这只手 就像我一直强调 有没有可能像去年前年 那个日本股市从8300点 一路涨到快16000了 这一波外资的手 炒作完日本这一波 来进驻台湾呢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 投资票你要去有想象空间 我觉得未来 今年台股的一个想象空间 是非常大的 这个投资票数据观察 好 好